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世界遗弃的角落 方圆十几公里 全是树 我所在的木屋在这些树中间 绑匪不要钱 不提条件 只是变招法地折磨我 他们对我施暴的时候 无论我怎么央求都没用 我想破头皮 也想不出自己究竟得罪了谁 这些人足足折磨我一个月 把我随便扔到了一个地方 期间我无数次求死 他们却很怕我会死掉一样 尽可能避免让我身上出现致命伤 但我依旧很惨 被人发现的时候 我半身赤裸着 躺在垃圾堆里 全身都无法动弹 第一个发现 我的人以为我死了 吓得拔腿就跑 最后警察过来 才察觉我还活着 把我送到了医院 我在医院里昏迷了足足一周 我醒来后 看到护士朝我走来 立刻就放声尖叫 求你了 不要打我 见我这样 护士眼泪都下来了 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也太可怜了 我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安全了 但我还是发自内心地感到害怕 护士说 在我昏迷的时候 他们对我做了全身检查 我的手臂和大腿都有不同程度的骨折 一些主要器官也有衰竭的迹象 除此之外 还有我的手指 十根手指几乎都有不同程度骨折 双手虽然勉强能保住 但功能肯定大不如前 我身上的伤 最轻的就是手指 我却唯独听到手指的情况时 哭了出来 我爸在世的时候 经常夸我的手漂亮 我的宝贝女儿就是天生的演奏家 我爸不仅是说说 他还不厌其烦地 带着我各种拜师学拉琴 十几年下来 我获奖无数 却在开第一场演奏会前夕 父亲病逝了 我当时哭惨了 硬撑着开完演奏会 又跑到父亲的墓碑前 把所有的曲目重新拉了一遍 我还跪下来对爸爸许诺 以后每年都会去他的墓前 单独给他演奏 可是爸爸 女儿今年恐怕要食言了 医生说 我现在的情况 再也不可能拉琴了 第一个知道我住院的林家人 并不是林峰 而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林朗 他和林峰面上和气 暗中较劲 林冷可谓是人如其名 不管看谁都是一副 别人欠他钱的表情 他在医院看到我时 第一次露出了冷峻以外的表情 你 你这是怎么搞的 我没搭话 尽管他和林峰不合 但此时的我已经不想 再和林家的任何人扯上关系 我只想逃 逃离林家 逃离我熟悉的地方 甚至这个世界 见我不说 林冷跑去问医护人员 他们给出的解释是 我出车祸了 也只有车祸 能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至于受伤的真实原因 我是不敢说的 那些绑匪的狠话 犹在耳边 你敢把自己被绑架的事情 说出去 下一个被绑的 就是你母亲 我们会双倍地折磨她 这些人的残暴 我是见识到了 所以我只能把这个秘密 藏在心里 别说报警 我连冒出找人分享的想法 都会立刻吓出一身的鸡皮疙瘩 林冷当着我的面 打给自己的死对头 也就是他的弟弟 我的丈夫林峰 他一口气 连续打了五个电话 全部无人接听 我对此一点也不意外 林峰走之前 曾亲口告诉我 自己有一个涉及到家族秘密的业务 去处理 叮嘱我这一个月 不要联系她 当然我就算主动联系 也联系不上 可她前脚刚走 我的闺蜜就告诉我实情 什么狗屁的秘密业务 是她的初恋如下回来了 据说得了绝症 只能再活一个月 雨墨 你的新婚丈夫 去陪初恋度蜜月去了 我不信 打算去找林峰 却在途中遭人绑架 经历了炼狱般的一个月 那恐怖的一个月里 我似乎下了十八层地狱 层层磨难都经历一遍 却偏偏留下这条烂命 也或许这才是最重的惩罚 夺走我的一切 却让我继续活在人间炼狱 期间 我不是没有求过那些绑匪 我老公家里很有钱 你们想要多少 他都能拿得出来 求求你们放了我 绑匪头子对我一番奚落 你老公 该不会说的是他吧 紧接着他给我看了一张张甜蜜 入眼的照片 每张照片都是美景搭配帅哥美女 帅哥是林峰 美女是他的前女友如下 给我看完了照片 绑匪还用语言刺激我 你这个女人可真贱 不看看自己什么德性 就去攀高枝 结果在人家眼里狗都不如 被我们绑架这么久 自己的男人连问都不问 我要是你早就一头撞死了 你居然还有脸活着 听到绑匪的话 我心如死灰 我清晰地听到 体内某样最珍贵的东西 碎了 林冷智问我 林峰干什么去了 你是他的妻子 会不知道 我苦笑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林冷是大忙人 在医院没陪我待多久就走了 下一个来医院的人 是我闺蜜云书 他一看到我 眼泪就下来了 雨墨 你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伤得这么严重 看到云书 我再也按捺不住心里的委屈 抱着他就嚎啕大哭 之后 我骗他 说自己出了车祸 现在人已经好了 阿姨知道这件事吗 云书口中的阿姨 指的是我母亲 当然不能让他知道 当我发现 这些绑匪别无所求 只是单纯地想折磨我时 我唯一的请求 就是每天给我妈报个平安 告诉他我这段时间不露面 只是因为忙 这其实是很痛苦的经历 每次给我妈打电话 我都委屈地想哭 却要拼命忍着 在只有两分钟的现实内 尽量说一些让他心安的话 下一秒 云书提到了林峰 那个渣男呢 我忍不住又流下了眼泪 用沙哑的嗓音告诉云书 我想和他离婚 云书力挺我的想法 却也不解地问我 实在不理解 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他 是啊 嫁给他的理由 我自己都差一点忘了 好像是因为我爸 我爸早年开了个公司 可他由于把太多精力 都放到了我这个女儿身上 公司渐渐出了些问题 一开始这些问题 他还能应付 慢慢地就有点捉襟见肘 直到有一天 我爸一整天都没有说话 一直不停地抽烟 我才意识到出事了 之后没多久 我爸的公司就破产了 欠了很多钱 多亏林峰他爸救济 才没有很惨 但我爸还是病倒了 从此卧床不起 我爸为了报答恩情 就让我去照顾 不久前出车祸的林峰 这也成了我爸的遗愿 我知道我爸的想法 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继续给我幸福 想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林家 我最初很排斥这件事 不过林峰他爸也很喜欢我 两家人竭力撮合 我变成了林峰的临时保姆 我照顾林峰三年多 我知道他有喜欢的人 一直没有越界 只是尽职尽责地照顾他 全当报答林家 对我爸的恩情 结果林峰喜欢的女人 如下为了圆学夜梦 出国深造 林峰为此变得异常消沉 曾经的他 爱如下爱地死去活来 如下离开 他像个怨妇一样 要死要活 我就耐心地陪伴他 帮他走出失恋的阴影 陪他看电影 陪他听失恋的歌 陪他一起哭 我把他当成好朋友 结果他却转身 对我动了情 不断地对我示好 他很懂得如何讨女孩子欢心 我在这方面又毫无经验 很快就被他俘获了 后来他的腿也好了 并且恢复得很快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动 我替他高兴 和他一起出去旅行 途中他突然向我求婚 我激动地直哭 小心翼翼地问他 你会爱我一辈子吗 涉事未深的我 能想到也就是这么肤浅的问题 林峰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保证 我会对你好一辈子 爱你一辈子 因为这句话 我义无反顾地嫁给他 结果他婚后第二天就变心了 我在医院 见到的第三个人 就是林峰 此时的我已经在医院 住了快半个月 已经基本可以自由活动了 林冷给我送了点水果离开 车钥匙落在了病房 我正准备追上去把钥匙给他 一个熟悉的声音把我叫住 雨墨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回过头 看到了一张熟悉 却又陌生的脸 隔了几秒钟 我才认出 他是刚和我办完婚礼不久的林峰 站在林峰旁边 和他举止亲密的女人 就是如下 在林峰口中 他应该得了绝症 可他脸上的气色 看上去比健康人都好 爱情的滋养 的确管用 林峰看到我身上 穿着的病号服 颇敢疑惑地问我 你怎么还住院了 我实在懒得和他说话 随便编了个理由 没什么 一个小手术而已 我急着离开 他却不依不饶 你做手术 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他的眼睛带着令人恶心的责备 我却在心里冷笑 告诉你 你的电话能打通 你会舍得陪如下的时间 听我诉苦 况且 这根本也不是什么小手术 是差点要了我命的绑架 但我不想说 并不是因为绑匪的威胁 而是觉得没有说的必要 我轻声提醒 我真的没事 你不用管我 好好陪如下吧 他不是得了绝症吗 时间不多了 如下立马火了 你诅咒谁呢 林峰芒站出来打圆场 如下的身体之前 是出了点不好的状况 不过现在好了 哦 我轻轻应了一声 想着这些事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转身想走 却被林峰叫住 还有什么事吗 林峰姑弄道 雨墨 麻烦你给如下 道个歉 这两人的表情都不太自然 他们似乎觉得 这个要求对我而言 有些过分 毕竟是我的丈夫 要求我给他的前女友道歉 这种事 换做哪个女人 都会大闹一场 我却很无所谓 不就是道个歉吗 对不起 我刚刚不该咒你 我可以走了吗 如下的表情里 竟然带着些许失望 可能她并没有看到 期待中的场面 难道不应该是妻子 和大闹丈夫 然后丈夫拼命保护她吗 这次可是真的抱歉了 这里已经没有什么 妻子和丈夫 只有一对 即将要离婚的冤家 出了住院大楼 我远远地看到了 在打电话的林老 我走过去 把车钥匙给她 她却问我 你没看到林峰 我淡淡地回复 看到了 林冷对我的反应 感到不可思议 你没看到 她旁边还有一个女的 我浅浅地回应 看到了 林冷一副 不能理解的表情 你不生气吗 林峰可是你的丈夫 林冷说得没错 我是该生气 但这已经是 非常遥远的情绪了 我刚知道 林峰不是为了家族业务 而是去陪如下时 我是真的很气愤 我封了室的出门 想要找她对质 我被绑架后 绑匪给我看林峰 陪如下度蜜月的照片 我当时感觉自己 如同被愤怒 冲昏了头的小野兽 是绑匪用毒打 帮我冷静下来 在之后 想到林峰 我会有难受 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心被猫抓了一下 闷疼得令人窒息 我想不明白 怎么会突然就变心了 过往那些甜的 让人想带入梦里的画面 都是假的吗 再后来 我已经开始在心里 和林峰道别了 此生我爱错了你 来生别再让我遇到你 整个心路历程 恰如我这段时间的遭遇 我的身体和心里 同时坠入了地狱 如今我从地狱里爬出来 听到这样的问题 真的是毫无感觉 林冷不知道为何很激动 好像遭到背叛的是她一样 她离开的时候 我听她小声嘀咕这样一句话 林峰真是混蛋 辜负了这么好的女孩 当天晚上 林峰回到家里 她很小心地凑到我身边来 朝这里看了一眼 似乎以为我睡了 又立刻去阳台打电话 我并非有意想偷听 无奈屋里太安静 而她的声音又足够大 我现在真的很为难 我承认我更爱的还是如下 可是雨墨陪了我这么久 说没有一点感情 是不可能的 就只能慢慢疏远 然后以感情不合为由离婚吧 躺在床上的我忍不住想 假如自己没有被绑架的经历 听她讲的这些话 恐怕会疯掉的吧 如今我的心里 却没有起一丝的波澜 而且 我其实也在想离婚的事情 之所以还留着她 是因为我要先过我妈那关 我爸离世后 我成了妈妈全部的精神寄托 我和林峰张洛结婚的时候 她显得比我还要兴奋 闺女 妈能看出你特别爱林峰 希望你俩的婚姻 能温暖你一辈子 想着当时 我妈眼神中的期待 我不忍心直接告诉她 离婚的事 况且 我爸公司出问题那段时间 我妈因为担惊受怕 心脏出了点小问题 我都怕她承受不了打击会出事 慢慢来吧 林峰不也是那么说的吗 隔天上午 林峰说要去林家大院一趟 我刚好有一些东西放在那 打算拿走 就陪她一起过去 我们刚进到林家大院 就看到林母握着如下的手 笑咪咪地说着什么 林母一看到我 脸色阴沉下来 整个林家 最不待见我的人 就是林母 她一直觉得 我配不上林峰 要不是如下去了国外 我不可能有一丁点的机会 见我进来 如下直接就凑过来 牵住了我的手 我其实和她一点也不熟 她却把我当好姐妹一样 雨墨 前段时间 我身体不太好 林峰陪我调养身体 忽略了你 你不会生气吧 还没等我表态 林母抢先一步回答 你和林峰从小玩到大 她陪你疗养身体 是很正常的事 雨墨要是因为这么点小事生气 那也太小家子气了 我的确没有生气 不过这算是小事吗 换作是谁 估计都想把如下撕了吧 旁边突然一个声音说道 刚刚结完婚 不陪自己老婆度蜜月 去陪别的女人 这种事也就雨莫能忍 听到这句话 我才发现到林冷也在 她应该是林母在林家第二讨厌的人 毕竟她是林母亲生儿子 林峰在林家最大的威胁 但林母又不好直接对她 因为林冷主抓林家的核心业务 连林父都要尊重自己这个大儿子几分 如下也很识趣 知道自己踢到了铁板 立马示弱 看来我的存在还是造成了一些误会 雨墨 我给你道歉 希望你别放在心里 你不喜欢 我会尽量避免和林峰接触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的反应 我看着站在一起的林峰和如下 轻声轻语地说道 我完全没放在心上 你不用避险 此言一出 众人都露出堪称奇怪的表情 林母和如下一致 都是等着看笑话 却扑了个空的表情 林冷是一副无法理解我的表情 最有意思的是林峰 她的眼神里竟然写满了失望 和林峰独处的时候 她有些不解地问我 你真的不吃醋 我看了她一眼 有点反胃 想赶紧离开 大发誓地说道 你可以多陪陪她 我没事 林峰竟露出嫌弃的表情 如果你想用这种方式刷存在感 只会让我厌烦 我笑了 你想陪她 我同意还不行 或者你想听到什么样的答案 我说给你 我想不出这话有什么毛病 她却恨得直咬牙 她之前的确是被医生误诊癌症 并不是故意编谎话 我忙伸手制止 真的不用和我解释 我没生气 一听她解释 我就感到恶心 甚至想吐 我是真的有生理反应 真的吐出来 她又会说我矫情 林峰扔下一句 你这种以退为进的感觉 真让人讨厌 气囊囊地走开了 真好笑 她背着妻子 去陪前女友甜蜜 还理直气壮 到头来 好像是我做错了 想要离婚 得先过我妈这关 我怕妈妈会伤心 十分小心翼翼地渗透 想要离婚的想法 我妈很聪明 听出了我的意图 她的态度 让我很是吃惊 雨墨 我只想你幸福 如果你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 妈支持你离婚 毕竟 能背着你去陪前女友的男人 也不是什么好男人 这件事是林冷告诉我妈的 我妈还说 在我很忙的这段时间 林冷经常过来看她 我有些意外 林冷为什么会来 我妈叹了口气说 有件事妈一直没告诉你 当初你爸和林家谈起你的事情 本意是打算让你和林冷在一起 林冷也对你非常重义 咱们两家有事交 林冷打小就喜欢你 总说长大了要娶你 可惜你把小时候的很多事情都忘了 后来你成了演奏家 你每次演奏会 她都偷偷去看 你爸和林妇 谈到两家联姻的事情 她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机会 林冷她爸 却把你安排给了林峰 我听后 这也是林母的意思 她想给自己儿子 找个免费的保姆 就算如此 林冷也一直默默地对我好 她总怕咱们娘俩 在林家受欺负 这孩子真是好 比她那个不靠谱的弟弟强太多了 我想到自己刚入院时 林冷对我的付出 默默在心里 道了声原来如此 有了我妈的支持 我就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 我找到林峰 很认真地和她谈起了离婚的事情 你能不能别用这种方式 引起我的关注 真的只会让我产生反感 我无语 连和她表达我不爱了 都这么费劲 林峰 我没想引起你的关注 是真的想和你离婚 刚好你真正的恋人回来了 而你也对她愚情未了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咱俩属于和平分手 谁也别闹 你够了 她突然如同钳子一样的双手 抓起我的肩膀 弄得我好疼 我和你说了 我和如下没什么 她这次回来 也不是为了和我复合 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 但凡对她还有一丁点的感情 我真想和她大吵一架 我无理取闹 你骗自己妻子说有工作 结果在外面陪前女友 待了一个月 这种奇葩的做法 哪个正常女人能受得了 但我实在不想吵 和这种人 我不想再有一丝的纠缠 我没无理取闹 我不爱你了 行吧 和我离婚吧 放过我 听了我的话 她开始冷笑 说这么幼稚的话 我会相信 接着 她举了一系列 我爱她的证据 比如 我当年为了帮她 克服失恋的痛苦 努力克服恐高 陪她蹦极 比如 我为了陪她做检查 推掉了对我而言 最重要的一场演奏会 再比如 当她某次喝完酒和我说 她可能还是忘不了如下 我当时露出 如同天塌了一样的表情 一件又一件 似乎都举不过来 这些记忆我都模糊了 她却都还记得 有了这些铁一样的证据 似乎就证明我根本离不开她 可惜 我知道自己经历过什么 我被绑匪苦苦折磨的时候 我心里最依赖的人就是她 我没有等到她的电话 却等来了一个个 她和别的女人 有亲密举动的照片和视频 我曾经最爱的人 的确是她 那是因为 我和她的相处中 也获得了很好的情绪感受 我觉得她也是爱我的 如今情况不同了 我爱不动了 这件事我和她说不通 只能暂时分开 等她冷静下来 我刚和她分开不久 林冷就找了上来 你要和林峰离婚 什么情况 她的语气中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 没什么 我累了 林冷以为她知道实情 安慰我 他们俩的确很过分 我支持你 其实只是一句 简单的安慰 不知为什么 我却破防了 并不是因为这个 我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 声音都哽咽了 那是因为什么 我终于忍不住了 借着她的肩膀 嚎啕大哭 自己在黑暗地下室里 承受的所有委屈 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林冷不解我 为什么会哭得如此伤心 等我平静下来 追问我原因 或许就是我妈那些 对林冷的评价 让我觉得她是可以相信的人 我把自己被绑架的经历 一股脑讲了出来 这个秘密在我心里压了太久 我快垮了 急于找个人分享 林冷听完气得吐血 想去找林峰 狂揍她一顿 被我拦住 又不是她绑架的我 揍她干嘛 林冷把双拳钻得咔咔作响 你是她的妻子 她却在你经历 这么恐怖的事情时 去陪别的女人 简直就是畜生 我冷笑 她是不是畜生 和我没关系了 我现在只想离婚 然后带着我妈 永远离开这个地方 林冷突然抱紧我 不走不行吗 我知道林冷想要什么 但我现在 无法接受新的感情 林冷说她可以等 我却直言 让她不要等了 我知道自己的金粮 门不当户不对 我这样的条件 注定是有钱人的玩物 公子哥们只是喜欢 这种居高临下的 爱情游戏罢了 再次见到林峰 我的话题还是离婚 她这次没闹 而是问我 离婚了 你想要多少钱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 二十万吧 照顾她那几天 林傅一直说 要给我护理费 按照市场价算 有二十万 后来我们结婚 这笔钱 我就没有拿到 我只想要回属于自己的家 在我重新找到工作前 我和妈妈 能用这笔钱 熬一段时间 就要二十万 说不是胡闹谁信 我懒得解释 你觉得是胡闹 就胡闹吧 答应和我离婚就行 行 那我就如你所愿 总该让你知道 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她果然就和我 签了离婚协议 我感觉说不出的轻松 走出林家大宅 如下迎面走了过来 真的离婚了 我没说话 直接绕过她 她却不依不饶 其实你不用这样 林峰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说话的功夫 林峰也追了出来 恰好听到这句话 如下你不用和她解释 有些人就是矫情 不给她点颜色看看 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这话听得我冒火 我没忍住 回头痛骂了这对贱人 你们知道什么叫界线 一对狗男女在一起腻腻歪歪一个月 四处溜达 晚上睡一间房 这叫界线 林峰 有些事我不想说 因为你不配知道 可你一再逼我 知道你陪前女友这一个月 我经历了什么吗 我被人绑架 在一冷的地下室天天遭受虐待 生不如死 我身体里全是钢板 过安检的时候 工作人员以为我是变形金刚 我的手指也残废了 这辈子再也拉不了琴 你自己说 像你这么恶心的丈夫 我不和你离婚 留着你下宰 滚吧 滚得远远的 此生别再让我听到 和你有关的一丁点信息 林峰听了我的话 有点傻眼 上前拦住正要离开的我 你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用力推了他一把 滚一边去 我现在一想到你就恶心 刚好这个时候 林冷来了 我也说不好 是哪根筋搭错了 竟然一把将林冷拉了过来 林峰看着我和林冷抱在一起 声音都在发颤 你 你们俩个 我们怎么 我高声怒吓 我住院的时候 你搂着别的女人 你浓我浓 如果不是林冷照顾我 我恐怕自杀了 我当初也是瞎了眼 有这么好的男人不找 竟然看上你这个恶心的渣男 顺便告诉你一句 你个哪点都比你好 比你帅 比你聪明 比你人品好 我现在也是名花有主 你以后别再烦我 林峰和林冷水火不容 利用林冷刺激他 我真是爽到了骨子里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报复心理 林峰也搂起了如下 你一定会后悔的 他扔下这么句话 有些狼狈地走掉了 而我也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 林冷把我带回他的别墅 开始对我疯狂地甜蜜攻击 我不想过河拆桥 就顺了他的意 和我一番缠绵后 林冷反复对我保证 此生一定不会辜负我 我却怕了 你不用保证什么 我承受不起 林冷一个大男人 听到我说这句话 竟然哭了 说实话 这一次 我再次感受到 他对我的爱 他懂我受过的磨难 他为我心疼 在这一刻 我也彻底打开了自己 我在林冷的别墅里 足足住了七天 他很厉害 会让你失去理智 忘记所有 只想和他做某件事 第八天离开别墅 也不是住够了 而是发生了一件 特别可怕的事情 我妈失踪了 我差点疾风了 火速报警 可是警方根本找不到 和我有关的任何消息 我傻了 努力思考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突然我想到绑匪的话 你胆敢把这件事说出去 我就把你妈也绑了 那些畜生 不是随便说说 他们是真的会这么干 可我一直守口如瓶啊 对谁也没有说 突然我灵光一现 不 我的确说过一次 一周以前 同林峰和如下吵架的时候 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 只有三个 林冷林峰 还有如下 林家哥俩都可以排除 他们没有理由这样做 那就只剩下如下 我把自己的怀疑 讲给林冷 他偷偷派人调查 发现这件事 竟然真的是如下做的 我气得发昏 一直以来 我都以为自己被绑架 和我父亲早年经商有关 我爸和我说过几次 他有一些仇家 所以我再怎么受委屈 也憋在心里 就当是负债子偿 万万没想到 让我入地狱的人 竟然是如下这个贱女人 警方很快发布通告 证实如下就是绑架 我和我妈的真凶 因为林冷鼎立相助 我妈也很快被救出来 再次看到如下时 她戴上了手铐 几天不见 她苍老了十岁 她竟然还有脸和我道歉 我兴兴地回应她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接下来 我会用尽一切办法 让你做的这些事 不断在网上发酵 经久不息 我也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人间炼狱 可惜我的硬气 并没有持续几秒 因为我看到了 绑架我的那几个人 他们分别是如下的表哥 表叔 二舅 看到这几个人的脸 昔日的恐惧 瞬间将我吞没 我惊叫着 躲进林冷的怀里 这几个人渣被带走后 一个极度落魄的身影 进入到了我的视线 是林峰 我差点没认出来 他一见到我 几乎飞到了我的身边 眼泪汪汪 楚楚可怜 但我看着并不心疼 还觉得有点好笑 前几天不是嚷着说 要我后悔吗 如今 他这一脸悔恨的表情 是几个意思 雨墨 实在对不起 你当时说 你被绑架 我以为你是在骗我 我一开视线 那只是我的经历而已 和你其实没什么关系 林峰鼓起很大的勇气 问了我一句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是真的爱你 我实在忍不住冷笑 是 你当时给人打电话说 有些难抉择 一个是真爱前女友 一头是陪了你几年的妻子 如今前女友进监狱了 你觉得自己 只剩下一个选择了 她连忙解释 不 不是那样的 不要解释了 林峰 如果你真的还对我 有一点点情分 希望你赶快 离开我的视线 你知道吗 我现在一看到你 就会想到 自己在地狱里挣扎时 你陪着家人 笑得一脸幸福 这注定是我这辈子 摸不到的阴影 唯一的办法就是你 彻底滚出我的世界 别再来烦我 况且我现在已经有新的男朋友 他刚好也不喜欢你 让他看到你在这烦我 我会比较麻烦 看到林峰亮呛离开的样子 我心里其实有点暗爽 我没那么宽厚的胸襟 他当初这样对我 就是我的仇人 看到仇人有苦 我心里就是舒服 我其实也有些好奇 林峰怎么好像老头一样 感觉他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光是我和如下的事 应该不足以让他这样 后来我才知道 绑架我的事情 林母竟然也参与了 她觉得如下家是好 觉得我配不上她儿子 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逼我离婚 我当初之所以那么容易 就被人绑架 就是因为他出卖了我的位置 因为这件事 林父圣怒 亲手把林母送进监狱 也把林峰赶出了林家 面对这个大快人心的结果 我不由感慨 人间正道是沧桑 选择做垃圾 最后就只能去垃圾站 故事二 顾西周被抓奸时 我正在挑选婚礼上 要用到的照片 她工被捶手 衬衫外场坐在床沿 我那一母妹妹周西 薄被眼神缩在另一头 这幅画面 怎么看都不清白 接着 随着顾西周一个滚字 画面抖动 视频中断 我盘坐着 将黑平了的手机丢回沙发 刚才的直播 并没有影响我的心情 只是略可惜 不能看到后续 我身前的原木地板上 铺满了照片 这些照片 多是相恋后才拍的 里面两人好不亲密 我拿起其中一张 满意地笑了 这张不错 照片中的我半死不活地 被顾西周拉着往山上爬 应是当时的导游私下拍的 不知何时被顾西周拿到手 又洗了出来 看着这张照片 我想起了我们的出狱 我与顾西周的相识 说不上是天意还是巧合 那时我在国外 镶了一圈金刚钻回来 嗯 知名学府的博士学位 也称得上金刚钻了 我的目标是入职故事集团 故事集团是个实力 极雄厚的财团 追溯其历史已不下百年 与他福利待遇成正比的是 他的入职难度 以及变换不定的岗位需求 唯一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故事集团的律师天团 每年都会招少许人 而这些人正式入职后 可以接触到许多核心机密 为此 我奋斗多年 在求职前 我给自己抱了一个最贵的老年旅游团 主打不带脑子 轻松惬意 旅游团为二的年轻人 就是顾西周 那时他化名顾小 因他幼时被绑架过 私人信息一直未曾泄露分毫 外人对他知之甚少 我对他真实身份毫无了解 这个老年旅游团 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大叔大姨身体贼好 他们腿脚利索得很 走起路来 嗖嗖地 一时之间 我竟成了拖后腿的存在 导游是个大叔 四十出头 秃顶 他尽劲地催我 闺女您能不能快点 等人家大爷大妈到山顶吃饭了 你还在山脚下灌一肚子疯 我曾患过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 回国后才停药 情绪上来 我对回去 咋地 你是给我安翅膀了 还是装风火轮了 导游大叔调侃 哎呦 你小脾气还挺暴 呵呵 你脑瓜子还挺亮 导游大叔被揭了短 板着脸转身望天 抬手运起 我想他一定很想 把我插回报名处 走在前面的顾西周 步子顿住 明显是听到了 他举拳底唇 克制着自己不笑出声 我气不顺 看谁都想骂 直接开地图炮 你这辈子是没啥开心事了吗 这么笑不出来 顾西周甲壳两声 拾去的大步往前 靠 又超了我一大段距离 我慢吞吞吞挪着 最后被两人提拔上去 我是个尊老的人 队里只有这俩年轻力壮 可以分担一下我的造气 基本上只要脾气上来 我逮谁对谁 到了后面 二人就差避着我走 那些大叔大姨倒是很喜欢我 他们挺包容我的小性子 见我长得可爱 一个个给我推荐自家儿子侄子 我之前从未考虑过婚嫁 因为我已经买了一张 没有回程的车票 在他们一轮轮介绍下 我有些上头 人间一趟 怎么也得谈场恋爱 于是我把目光 放到了顾锡舟身上 平心而论 他身姿齐长 心目悬鼻 长了一副好样貌 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要好看 最重要的是 他待人疏离 却不冷漠 很会照顾人 缺点是有点老 有些老干部疯 一直在路上敲电脑 他已经二十九岁了 我才方龄二十五 不过综合考虑下 还是能接受的 我是个想到变作的人 当天晚上 就在群里加了他微信 丝毫不知 顾锡舟看着那名为 天字一号美少女 的好友申请 眉头直跳 他没多久就同意了 还回了一个问号 我向来直接 这时却突然有点不好意思 打打姗姗 一咬牙终于发出去了 顾晓晓 有个东西谈不谈 恋爱谈不 和你 对方言简一概 我仿佛看到了屏幕中 溢出来的不屑气息 有些不平 和我咋了 他这是话道多了起来 你拦你谈你 你拦你娇气 爬山要人拖着踩走 吃饭最积极 胃口比我大 说你两句 你对赢了还告状 我吐你啥 最后四个字加粗 我气得把手机一丢 草 我的初恋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一时竟有些失落 强称道 恋爱 狗都不谈 而这狗都不谈的恋爱 从我入职故事集团 没多久后 谈到至今 我将照片分成两份 一张张排着序 楼下传来刹车声 顾西周回来得比意料中快 我几乎可以想象出 他是如何面色沉怒地 在路上挤持 把手转动 他推开门 却没有进来 地上影子斜长 顾西周神色晦暗 像尊雕塑般 敬礼在那 他的衬衫有些皱疤 袖子顽起 露出的手臂冷白精瘦 却很有力量感 我赤脚踩过照片去迎接 歪头浅笑 一派纯良 问他 顾西周你怎么回来了 自订婚后 我就不再去故事集团上班 反正也不需要了 上班的只有顾西周这个老黄牛 顾西周看着眼前娇俏的未婚妻 眸色沉沉 质问道 为什么 他被吱吱哄骗着喝下一杯酒 迷迷糊糊的被驾到酒店房间 他没多久就清醒过来 那时周西正在脱他的裤子 被他一脚踹开 余光瞥见周西退去自己的衣服 躲在被子里 他也没管 他直接披着衣衫等着 想看看他的未婚妻 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 结果 只等来一群恶心的苍蝇 他怒气腾腾赶回 他的未婚妻笑意盈盈迎接他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我洋装疑惑问他 顾西周 你说什么呀 我听不懂 我欲转身离开 却被顾西周攥住手腕 力气死紧 林芝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我需要知道原因 等正脱开 只见手腕通红 我笑一连起 他的面旁在英俊 也抵不过我现在的不耐 烦死了 都说了我不知道 顾西周眼神锋利 鹅角青筋直蹦 他咬牙切齿道 行 林芝你真行 既然如此 我自己查 脚不声渐远 室内恢复死计 我回到之前的位置坐下 视线看向窗外 车子发动的声音响起 很快驶离了我们的家 我一手安排的这场意外 对顾西周来说 连丑闻都算不上 我几乎可以预见 这件事刚在网络上 积出点水花 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而我的过往 将会被顾西周 在细筛般的调查网中 反复过滤 直到真相大白 不过没关系 都快结束了 我点开一个微博小号 小号头像是一座雪山 最新消息是 明天中午就到 来接机吧朋友们 我冷笑着 欢迎回来 臭老鼠 欢迎奔向我为你编造的 囚龙我继续往下翻 消息回复不少 顾风哥回来了呀 欢迎欢迎 顾大少是回来参加 你小叔婚礼的吗 绝世酒吧聚一个吧 那就在那句吧 四日 我早早就出门 直到凌晨才回来 客厅没开灯 隐约看见 有人影坐在沙发上 一点星红 在黑暗中闪烁 顾西周突然出声 你去哪了 草 我俯了俯下的 蹦蹦跳的心脏 开关按下 整个空间瞬间明亮起来 你干嘛不开灯 人吓人 吓死人知不知道 我抱怨着 我以为他没查明白前 都不会想看到我 谁知这么快又回来了 看上去还等了一夜 我往房间走去 顾西周掐了手中的烟 起身拦住我 毛子漆黑 你喝酒了 酒 我嗅了嗅 又似想到什么 眼中划过增雾 我推开他 直奔往洗手间 回他 没有 知知 我们的婚礼会顺利进行 对吗 顾西周突然问道 我脚步一顿 回头看他 意味不明地笑了 也许吧 我走到花洒下 打开 温热的水从头顶倾泻 在我仰头闭目那一瞬 一段血腥又惨烈的画面 在脑中划过 哦 我无力地撑着墙 闷偶许久 这一番洗漱花了近两个钟头 我走进房间时 顾西周正以着床头沉思 男人一身脏蓝丝绸睡衣 长截低垂 气质疏离 却再见到我那一刻 婉然一笑 似冰雪消融 他说 很晚了 休息吧 我脚步一顿 绕过他 我躺在了里侧 背对着他 稀疏声响起 顾西周贴过来 还住我的腰 请求着 知知 我们明天就去领结婚证 好不好 我们已经说好了 婚礼结束再去 我咬住唇 怕自己哭出来 我知道他感到不安了 可事实是 我们不会有婚礼 也不会有结婚证 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 顾西周是一个很完美的对象 他滋容倜傥 爱意真诚 博学多时 我也想过解决完自己的事 也许就能和他在一起了 但知道顾西周的身份后 所有幻想都破灭 说来可笑 我入职顾氏集团有一段时间 却从不知道总裁长啥样 如果不是他坦白的话 我会一直被蒙在鼓里 那时他见我将助 还以为我是不开心他的隐瞒 抱歉 知知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 而我艰难扯出一个笑 没事 我只是太意外了 为什么天天是顾氏集团的顾 为什么顾晓晓会是顾西周 我屈膝缩起 头痛欲裂 忍不住用拳头锤打着 吱吱 别打 顾西周心疼地按下我的手 半扶下身躯 给我按摩穴位 疼痛舒缓 我逐渐睡去 顾西周噎了噎被子 凝视爱人许久 他下床拉开柜子 倒出几个维生素片瓶子里的药碗 一个个细数着 又少了 周日是周家固定家宴的日子 我本不想去 但想想 这种机会可不多了 我坐在副驾 顾西周驱车往老宅时去 天头 男人抿着唇 下河线条利落 我收回视线 问他 我们快结婚了 听说你还有一个侄子 不叫他吗 不必 似觉得自己回复过于冷硬 顾西周又解释了一遍 他之前犯了错 被老爷子送出国了 老爷子看到他怕是会不开心 我点头 哦 这样啊 车子在一处中式庄园亭下 刚好到了饭点 我洗完手在餐桌前坐下 只有主座还空着 不一会儿 一个面目威严的银发老人进来 这位便是顾西周的父亲 顾西周是老来子 尚有一个顽固大哥 以及一个搞科研的姐姐 母亲前些年去世 她一出生就被当成 故事集团继承人培养 看似富贵 其中艰辛 不足与外人道 开动吧 顾老爷子提快道 顾西周姐姐没来 听说是有个项目比较急 还在泡食厌食 餐桌上一共就四人 顾西周不时给我 加上一筷子菜 我的碗就没空过 我抬头看了眼老爷子 而他视线 落在给我剃鱼骨的顾西周身上 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但终究一字未言 我很坦然 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顾老爷子这个老骨板 对我这个未来儿媳 就没满意过 但我不在乎 我又不嫁他 顾西周站我这边就行 对面的顾西周大哥 朝我挤眉弄眼 我低头 丑死了 眼不见为净 饭后 顾老爷子声音冷沉地 对顾西周说 西周 来书房 是 父亲 我坐到客厅的红木椅上 顾西周大哥凑过来幸灾乐祸 一副欠揍模样 弟妹 你老公又被训化了 哦 有些人被训的机会都没有 顾西周大哥 似没想到 我会如此尖力反驳他 眉头挑起 不无恶意道 嘿 小弟前些天 可是被抓奸了 老爹肯定是说这事 你怎么看 我语气淡淡 低头不见抬头看 顾西周大哥 有些无趣地耸了耸肩 说 你们俩夫妻 还真是一样没意思 哦 顾西周没多久就出来 鹅角处多了一块红印 手心一暖 他牵住我说 走吧 回家 我没对他的伤 表现出一丝关怀 而顾西周似不意外 在顾西周的调查结果出来前 周西先找上了我 我们约在一家咖啡店 窗外车水马龙 阳光正好 我搅着汤匙 正好看见周西从一辆奔驰下来 车主是个有啤酒度的中年男人 我低头讽刺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周西没一会儿就落坐在我对面 毫不客气道 你不是说帮我得到顾西周吗 我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人都给你扔床上了 还怪我不够尽心 我难不成得把你俩脱光了绑一起 不丢人 周西气得面色战红 表情都有些扭曲 我不管 现在顾西周连我爸的公司都开始打压 我连家门都进不去 你一定要帮我 否则我就把这件事捅出去 你别想嫁入顾家 谁也讨不到好 我扑痴一笑 很真切的那种 许久没这么开心了 没想到还有这效果 抓奸这件事早就被顾家知道 只是顾西周把我护住了 顾家至今不知道 这是我的手笔 当然 就算知道我也不怕 我问他 你担心什么 你不是很快就有新男友了吗 周西知道我说是 刚刚那啤酒度男人 脸皮也厚 那又怎样 他不过是我短暂的提款机而已 呵 果然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我撞似犹豫一番 又抬头 笑得人畜无害 顾西周那我帮不了你 但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大金主 要不要随你 嗯 大金主 有爱字那种 周西眼睛一亮 有些急切地说 当然要 把联系方式给我 算你识相 我将那个人的微信推给他 他浓妆艳抹的脸蛋 透着兴奋 真期待 你会试个什么下场呢 与周西见面结束后 我就回到别墅 顾西周 周眸子专注地看着电脑屏幕 挺拔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矿的眼镜 看上去冷峻又斯文 他这些天一直在家处理文件 我以前最喜欢看他这副认真的模样 有种高不可攀的迷人气质 现在 啊 看一眼少一眼吧 我想 应该他查出点苗头了 甚至差不多清楚 我今天的行踪 见我回来 顾西周摘下眼镜 捏了捏眉心 起身问我 芝芝 你为什么学法学这个专业 我放下包 撇撇嘴随意道 当然是为了打大怪兽了 顾西周接过我换下的外套 把他妥贴地挂在木钩上 说 你以前不是一直想知道 我为什么突然又同意了你的告白吗 我有些兴致缺缺 但还是看着他挑眉问道 哦 肯说了 顾西周牵住我 看向我的毛子里泛起细碎的光 整个人柔和许多 谁让你总说我老 明明你就只比小半岁 我面色一致 顾西周毫无察觉 将我带到沙发上坐下 继续道 有一次我刚结束会议 就透过玻璃 看到你气冲冲跑到隔壁看台 那时你一身正装 身前还挂着公司的身份牌 我才知道你在集团入职了 我还没来得及拿起电脑离开 就看到你盯着旁边的绿植 一脸冷静地骂人 嗯 我很好奇 于是我又坐了回去 听到这 我倒是想起来了 我那时刚进故事集团法务部 我的履历还不错 但依旧是从实习生开始 有一个老前辈格外嘴毒 偏偏他能力确实强 我好几次差点被他骂哭 于是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骂人发泄一下 不然我和那前辈迟早两败俱伤 只是没想到侧边玻璃是单面可视的 被顾锡舟看个正着 顾锡舟突然失笑 黑眸清透 说 我从不知道还有这种骂人方式 我计算过 你骂了流律四分钟 又夸了自己六分钟 我以为结束了的时候 你又飙了一口英伦腔 用英语重复骂了一遍 偏偏还感觉不到你的情绪波动 我当时就想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娶回家一定很有意思 所以我当天就给你发了消息 顾锡舟双手捧起我的脸颊 微凉的拇指在上面来回滑动 格外认真道 你看 我们至少重逢了 还是很有缘分的 鼻尖营绕着他身上淡淡的薄荷清香 我心底一坠 面上却扬起一抹甜笑 仿佛同意了他的观点 是啊 只可惜 是孽缘 不到一周 顾锡舟已经把我查得干干净净 那天 我正坐在院子的秋千上 脚尖一点 随风荡起 所有的烦恼 都被温柔的微风带走片刻 我享受着这最后的惬意 顾锡舟不知何时来到我身后 在我又一次落下时 他按住我的肩膀 声音尖色 芝芝 我应该叫你灵芝 还是周知义 我没说话 这个久违的名字 让我一时有些恍惚 周知义 许多年不曾听过 别人这样称呼我了 妈妈生气时会对我大喊 周知义 姐姐被我骗到时 也会气闷地叫我周知义 扎爹被我恶作剧了 也会气叫周知义 周知义 周知义 我是周知义 是为了早点毕业 回家当妈宝 不断跳级的周知义 是一再叮嘱姐姐 她的孩子要养小姨的周知义 是娇气怕疼 好吃懒做 一身缺点的周南风妹妹 周知义 枝头杏花落 我掌心向上 接住 仿佛接到了那个 离自己很遥远的周知义 扬手 杏花坠地 我走下秋千 不经意间踩住了她 顾西周离我很近 就隔了一块木板 近得我清楚看到 装进她双眸的自己 但我们的距离 又是前所未有的远 无法调和的远 我抬头看她 笑说 我当然是周知义 一直都是 林芝是我国外读研时 设有的名字 她长得与我有七分相似 我出国第三年 扎爹断我生活费 生活一下子困窘许多 是林芝带着我 穿梭于各个会场和店铺 只为那不多的佣金 她教会我许多 本应亲人传教的东西 很不幸 她在延三那年 突然病逝 去世前 她拜托我 知义 我知道你 一直在找新的身份证明 我的给你 作为交换 麻烦你之后 帮我看顾一下我奶奶 从此 身负血绸的周知义 继承了林芝的名字 丢了周知义 顾西周锐利的眸子 沉痛浮显 抬手想要触碰我 啪 我拍开 顾西周面色煞白 声陷微颤 对不起 我再笑不出来 面无表情道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对不起 你随口一句处理了 我的姐姐就那样枉死 还是对不起你们顾家 保庇害死我姐姐的凶手 用钱买命 送顾风出国逍遥 我查找这件事的真相许久 筋疲力竭 最后终于从周西的秘密文件夹里 知道答案 那个文件夹里有一个视频 是我苦苦追寻所在 顾家将事情处理得再干净 也有摆密一书的时候 那段视频 我看一次吐一次 心中更恨 只是万万没想到 顾西周在里面掺了一脚 这世界真跟狗屎一样 顾西周将举着手 想要解释 不 我那时不知道顾风杀人了 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 我抹了把脸上的泪 这些年压抑得痛崩泄出来 大声怒斥着 那又怎样 最后 你还不是包庇了他 呵呵 处理得真干净 我妈妈四处求告无门 郁郁而终 我那出轨的扎爹 倒是被你们的赔偿金 喂得挠满肠肥 顾西周 你知道的 我们没有以后了 我们完了 我用力推开他 离开这里 顾西周放下手 沉默低头 一派颓然 他们顾家 一向家风轻正 偏偏从他大哥那开始歪 顾风是他大哥的儿子 他大哥早年风流伤了身体 只有这根毒苗 一直奋赖宠溺 以至于做下这祸事 那时他大哥说得含糊不清 自己又因为公司的事 忙得焦头烂额 接到电话 就不耐地交代助手处理了 却没想到 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后来大哥跪在他脚边哭求 他也没有心软 可是父亲抬手决定放逐顾风 他对此无能为力 那时他还没有完全掌权 只是没想到 七年前的子弹正中没心 知 我驱车去了郊外 在一处废弃工厂前停下 筐当 铁制楼梯被踩得筐筐作响 我一步步走到地下室 震气的灰尘 把我漂亮的粉裙都弄脏了 我眉头促起 这里光线昏暗 空气不流通 带着腐朽的臭味 我打开灯 开始直播 摄像头正对着 这个狭小灰暗的空间 角落处有一被铁链锁住的男人 我略带亲切地问候他 顾丰 这几天过得如何 是的 这个人就是顾丰 我用和他小叔结婚的理由 私下哄着他回来 而他回来的第一天 就被我迷晕囚禁起来 顾丰满身脏污 有气无力地骂着 贱 人 你这个贱 人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用脚尖踢他两下 又嫌弃地蹭了蹭地 眼嘴笑道 你真天真 你觉得自己 还有出去的机会吗 电脑打开 开始播放一段视频 我揪住他的头发 他吃痛抬头 嘴唇干裂 面容憔悴 哪还有顾家公子的肆意轻狂 来 看看 认不认识 视频里 一辆蓝色跑车 撞倒一个胖胖的女孩 女孩 女孩倒下了 手还在够着一个小礼盒 那是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 丧心病狂的是 那辆车在后退 撵了回来 一遍 两遍 三遍 整整五遍 最后 车子扬长而去 而我那有时蠢蠢的 因为吃药变胖的姐姐 变成了一张薄薄的纸 血红色的纸 我拿起匕首 在她惊恐的目光中落下 她的肌肤冒出血花 颜色漂亮极了 一刀又一刀 刀刀不致命 顾峰痛哭流涕 因为被捆绑住 只能像条曲一样 在地上扭动哀嚎着 我错了 我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 是周西内剑 人说教训教训周南风 我只是喝醉了 脑子不清醒 剑我不停手 她的哭求无用 又开始骂道 好痛 剑人 剑人 这一场凌迟并没有很久 我只是十倍还之 第五十刀落下 正中心脏 顾峰已没了声息 我走出地下室时 荒无地理 已经来了好多辆警车 我顺从地将双手伸进镣铐 顾锡周被警察挡在警戒线外 向来得体的英俊男人 一直冲撞着 却被牢牢困住 只能眼睛赤红地喊我 只知我冷冷看他一眼 上了车 随着车门关上 最后一丝视线也阻隔了 我透过车窗 看到他无力地滑跪在地上 心有预感 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警笛带着我的罪孽一起离开 我被积压在看守所 顾锡周一直求见我 我都拒绝了 这天 我告诉看管人员 我想见周扬 周扬就是我那出轨的父亲 我很顺利地见到了他 许久未见 他的两鬓已经斑白 胖了许多 嗯 变丑了 隔着玻璃 我和他对话 像小时候撒娇那般 爸爸 我不想待在这里 你能不能让我出去啊 周扬眼眶竟然红了 手掌颤抖地摸向玻璃 声音听上去 有些恨铁不成钢 知意怎么会这样 爸爸找了你好久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我竟从他的眼泪里 看出那么一丁点真心 可惜没啥用 有时他确实是疼爱过我的 我依稀记得他将我架在脖子上逛广场的情景 甚至和妈妈离婚时 他也强烈要求想要我 可是姐姐生病了 治疗花费只有周扬才能承担起 所以我选择了妈妈 但他没照顾好姐姐 甚至为了利益掩埋姐姐死去的真相 而妈妈也瞒着我 独自承受所有的痛苦 给我的世界照上一块毛玻璃 我什么都不知道 在毛玻璃里傻乐呵 有时候我会想 是不是自己一开始就错了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结局 周扬品格低劣 出轨外遇 无视亲女 她的关爱 脏 我不谢药 我又问 爸爸 我是不是还有一个姐姐 周扬眼神闪烁 不敢看我 呵 原来她也会心虚 知道林芝是我一母姐姐这件事 是在她去世后的第三年 我去她家中拜访 翻开她以前的课本时 里面落下一张照片 上面是林芝的妈妈 和年轻时的周扬 一番打听后 我知道了真相 周扬两头蛮 抛弃了林芝妈妈 娶了我妈妈 我在国外学业压力大 只要不顺 就在宿舍骂扎爹 气都不带喘那种 往往那时候 林芝会体贴地给我递上一杯水 听我继续骂 难怪 原来她早就知道我俩的关系 我也没想听到回答 接着说 抱歉啊爸爸 我之前给你下过药 所以你后面那两个宝贝儿子 应该不是你亲生的 周扬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抖着手指 你你你个不停 我没再看她那张丑陋的脸 主动结束了对话 反正该说的也说了 其实下药是假的 假儿子是真的 我偶然看见过那小三与别的男人亲密 就给他们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很喜人 所以说 绿人者人衡绿枝 周西现在感染了艾滋 周扬的两个女儿已经死去 一个即将死去 她这也算是段子绝孙了 离开庭没几天了 听说顾西周一直在帮我忙碌减刑 那次直播 对她公司的冲击应该挺大的 她应该疼不出手来才对 这天 我进了卫生间 拿出磨得锋利的牙刷 脖子一瞬刺痛 带着腥味的暖流划过肩膀 阴晕了衣服 恍惚间 我好像看到了向我跑来的顾晓晓 于是我有些委屈地对她说 顾晓晓 我好痛 正闻完顾西周翻外 我被芝芝推胎时 很害怕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断了 她的爱和恨都过分浓烈 让我无从下手 芝芝还重度抑郁 最近她吃的药量越来越大 我每次偷偷查看完 都很担心 又不知道怎么办 她是个骄傲的人 半点不希望我知晓这件事 我只能假装无事 我想缓一缓 缓一缓 用我的余生好好弥补 但一切都发生的那样的措手不及 我不知在原地站了多久 兜里的手机震个不停 接听后 李秘书焦急的声音传来 总裁 你赶紧看网上 夫人出事了 我心中咯噔一下 连忙打开她给我发过来的链接 只见芝芝手中拿着刀 刀刃在顾峰身上游移着 而一旁的电脑正播放着那年惨烈的车祸画面 芝芝的姐姐顾南风被顾峰碾压致死 我指尖都在发颤 哆哆嗦嗦地给芝芝打电话 可是一个也打不通 怎么也打不通 具体位置很快被查出来 我立刻往那赶 一路急迟 可是太远了 为什么那么远 我到的时候 那里已经被围起来 我的芝芝被烤上手铐 我一直喊她 可她只是十分冷漠地看了我一眼 我对标数十亿的合同时 都没这么紧张过 静下来 赶紧静下来想办法 芝芝被拘留 一直不肯见我 故事集团有最好的律师团队 他们都曾是芝芝的工作伙伴 我想没关系的 我一定可以想办法给她减刑 我会一直等她 公司股票波动很大 我却没精力去管 父亲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 怒斥 当初我就不同意你们的婚事 你坚持之下 我也没多管 结果呢 你找了个杀人犯 害死的还是你亲侄子 你现在应该想想怎么做好公关 稳定股价 而不是为那个女人缓刑的事 忙来忙去 这次我没有妥协 否则 我就真的要失去芝芝了 我第一次反抗父亲 与她对峙 芝芝不是杀人犯 她是我的妻子 如果不是你当初强制要求我放过顾丰 也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这件事我会管到底 说完我就离开 正好碰上刚回来的大哥 向来嬉皮笑脸的大哥 一脸阴郁地对我说 我不会放过顾之意 我回她 我一定会保护好她 不让你有可乘之机 因为芝芝的是 我与家里近乎决裂 只有姐姐支持我 恶好来得猝不及防 那时我还在听 律师附述所有用的上的法条 由于芝芝一直不配合 这件案子又传播太广 非常难办 看守所我打过招呼 让那边帮忙照看着些 但是他们却给了我一个糟糕的消息 我的芝芝自杀了 我赶到医院 新交的在手术室外等 不久 那扇门打开 芝芝被盖着白布推出来 我们很遗憾 抢救失败 很不幸地告诉你 死者已经有两个多月的身孕了 我的大脑嗡的一下变得空白 他们在说什么 为什么我听不懂 我的芝芝怎么可能死掉 她都不知道自己有了小宝贝 我踉呛走过去 抖着手掀开一角 芝芝她无知无觉地躺在那里 那张调皮时生动无比的小脸 此时双眸紧闭 毫无血色 脖梗处还有一处缝着线 我茫然地戳了戳她的脸颊 那里里应有一个可爱的酒窝 可是我好像再也看不到 视线又落在芝芝的肚子上 那里孕育着我们的孩子 可是现在什么都没了 这个认知让我无比痛苦 悲痛之下 我昏死在手术室门口 后面都发生了什么 很模糊 只记得自己浑浑噩噩地处理完芝芝的后事 周西和周阳都来找过我 被保镖远远拦住 我冷冷瞥了他们一眼 如芝芝所愿 他们一个病痛缠身 一个破产后杀妻逃亡 将在淤泥里永远爬不起来 从墓园回去后 我把自己关了三天三夜 出来时 头发已灰白大半 二姐担心我 请了嫁在家照顾我 父亲也许是怕 唯一的继承人 没了 倒是和善许多 大哥依旧风流 比以往更甚 我将自己埋在了 海量的工作文件中 一年又一年 偶有听闻公司员工 私下议论 我太过冰冷无情 我心中毫无波澜 只有自己知道 深夜无人时 我转着无名纸上的戒指 每一次都心痛如脚 比一样 早就好 我好冰冷